张学友还未开口演唱 舞台背景音乐中却意外传出了他的歌声 这一异常情况令现场一度陷入尴尬 然而事后张学友团队迅速澄清 这一混乱的原因是技术人员不小心播放了彩排实录制的声音档案 近日香港著名歌手张学友在上海举办的60家世界巡回演唱会中 发生了一起疑似假唱的事件 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事件发生时 张学友还未开口演唱 舞台背景音乐中却意外传出了他的歌声 这一异常情况令现场一度陷入尴尬 然而事后张学友团队迅速澄清 这一混乱的原因是技术人员不小心播放了彩排实录制的声音档案 这次事件在社交媒体和新闻媒体上迅速传播 引发了热烈的讨论 有人对张学友的专业态度表示赞赏 认为即便在面对突发状况时 他也能够冷静处理 并向观众解释和道歉 展现了一位资深歌手的责任感和尊重观众的态度 同时 这一事件也引发了人们对于现场演出中真实性的再次思考 音乐界人士指出 现代演唱会中使用伴奏或预录音轨是一种常见做法 目的是为了确保演出的完整性和音质的稳定 在某些特殊情况下 这种做法可以作为应急措施 避免音技术故障或其他不可预见因素导致的演出中断 然而 张学友此次事件的发生 却是一次意外 并非有意为之 张学友及其团队对此次事件的迅速响应和透明澄清 获得了不少阅迷和公众的理解和支持 大家对于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哟 感谢收看Linux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演唱会的另一个亮点是阿信与现场情侣的互动 当看到一名男粉丝高举 五个渣男还我女朋友的标语时 阿信幽默地回应并邀请他们点歌 男粉丝选择了洗衣机 而阿信则建议让女朋友点选永远的永远 台湾知名乐团五月天于八日凌晨三时 在巴黎举办了 好好好想见到你系列演唱会的第77场 这场演唱会不仅是五月天的音乐盛会 更是与全球粉丝共享的时刻 特别是在演唱压车这首歌时 乐团主唱阿信突然出奇招 令现场气氛达到了高潮 阿信在演唱会上表示 他希望与现场粉丝建立更直接的沟通 因此决定放下麦克风 仅用嘴巴大喊嘿嘿嘿嘿 这一举动获得了全场粉丝的热烈回应 并在最后一遍还向粉丝告白 我爱你们 这段互动让巴黎的粉丝几乎陷入疯狂 当唱到生命有一种绝对时 阿信的高音飙唱也让粉丝们相当心疼 纷纷留言保护嗓子信歌 同时 石炕主鼓鼓和萧炳志 也在线上陪伴大家观看演唱会 对阿信的高音表现给予了高度赞赏 演唱会中的点歌环节也相当精彩 阿信有感而发地感谢了技师团队和所有支持五月天的粉丝 并表示加入五月天永远不会太迟 此外 阿信在台下看到一名粉丝爆哭 他安慰到不哭不哭 眼泪是珍珠 并引导粉丝点唱了好好 演唱会的另一个亮点是阿信与现场情侣的互动 当看到一名男粉丝高举五个渣男还我女朋友的标语时 阿信幽默的回应并邀请他们点歌 男粉丝选择了洗衣机 而阿信则建议让女朋友点选永远的永远 演唱会接近尾声时 阿信感性地表示 这几场演唱会带给他们许多回忆 从最初的线上演唱会到现在可以面对面与粉丝相见 这一切都将成为历史的一部分 最后他们演唱了任一门 将演唱会推向了高潮 五月天的这场演唱会不仅是音乐的盛演 更是一次与粉丝心灵相通的体验 从阿信的高音标唱到与现场粉丝的互动 五月天再次证明了他们在音乐界的不朽地位 而对于五月天来说 每一场演唱会都是一次新的旅程 每一次的演出都是对粉丝最真挚的感谢 大家对于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哟 感谢收看Line News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2023年五月天成为假唱风波的主角 中国音乐网红麦田农夫透过专业软体分析 指控五月天演唱会中有五首歌曲一丝对嘴 此消息引起广泛讨论 而麦田农夫也被揭露 过去曾多次指控其他歌手假唱 其动机受到质疑 2023年12月五月天所属的《相信音乐》发布声明 坚决否认五月天在演唱会中有任何假唱行为 并指控网上的假唱言论是恶意攻击和造谣 《相信音乐》强调五月天自出道以来 一直以真诚和专业态度对待音乐 并将持续推动华语音乐的创新和发展 对于这场风波 另有生理学领域的专家提出 单凭鉴定软体来判断演唱会的真伪并不可靠 专家认为 这些软体虽能透过声音波形和频率分析 但无法完全排除现场音效 混音及歌手情绪变化等因素的影响 因此单一证据不足以作为最终判断 需要进一步的综合分析 在此背景下 《相信音乐》于三日宣布 五月天好好好想见到你系列演唱会的最后一场 将在法国巴黎举行 并决定进行全程直播 邀请公众参与见证 北京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总队也表示将关注此事 并根据情况进行判断 整起事件引发的争议凸显了商言假唱问题的严重性 以及公众对于音乐真实性的高度关注 在中国大陆 假唱在商业演出中被名文禁止 违反规定将面临严重的法律后果 五月天作为华语乐坛的重要组合 这次风波无疑对他们的声誉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同时也对演出行业的自律和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大家对于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哟 感谢收看Linux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五月天 亚洲天团之一最近开启了诺亚方舟十周年进化复刻版巡回演唱会 这场演出吸引了大批歌迷前来欣赏他们的音乐 然而 演唱会的一个小插曲却成为热门话题 因为一位歌迷在现场爆料自己买了黄牛票进场 引起了警察的关注 此次在微博上引发乐意 在演唱会上五月天开放了歌迷点歌的环节 当话筒传到一位小女孩手上时 他许愿希望听到五月天的经典歌曲之族 五月天的主唱阿信好奇地问道 为什么不去看周杰伦的演唱会 是因为我们的门票容易抢到吗 意外的是 小女孩的爸爸随即回应说 他们为了成功购得周杰伦演唱会的门票 并产成他们买了黄牛票进场 阿信听后立即为他们打圆场说 好了 让我们破里网开一面好不好 为了妹妹 爸爸做了不好的示范 然而不久后 现场出现的警察前来关切的情况 并有其他歌迷拍下了这一画面并在网上分享 这一消息在网络上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许多网友纷纷发表评论 绩效该歌迷的坦白 你买了黄牛票还点知足 他号诚实 我笑死了 这就是点知足的下场 知足歌整顿黄牛五月天的诺亚方舟 十周年进化复刻版演唱会 于11日在广州举行 贵兽 石头和马莎等成员在演出中充满活力 一度因高温脱去外套 阿信感叹地提到 大家有印象来到广州和大家一起唱 一起跳 一起开演唱会是什么时候 应该是没有多久以前 我们是从十年前的诺亚方舟来到2023年的五月天 看到大家跟十年前一样充满活力 应该没有差太多 五月天的演唱会一直以来都是一片难球 因此一名父亲带着女儿前来欣赏演唱会 并参加点歌环节 当他点完之足后 阿信问他是否是女儿的第一场演唱会 并问为什么他们没有参加周杰伦的演唱会 父亲坦言他们无法成功购得周杰伦演唱会的门票 并坦诚他们买了黄牛票进场 阿信则幽默地回应 好了 让我们破例网开一面好不好 为了妹妹 爸爸做了一次不好的示范 事后有网友爆料说 该名点之足的父亲被现场的警察上嫌调查 要求提供与黄牛的交易记录 尽管这一情况出现 但父亲最终顺利欣赏完整场演唱会 这一次件时的五月天演唱会之足歌成为热搜话题 引起了广泛关注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